Hello 大家好 我是Dick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PIMI APPLE的PESET 如果你想剪片快一點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設PESET 這裡有另一條片 另一條片 另一條片 這兩條片都是設黑白的 我先設第一條 調整情況低一點 我不想全黑的 有一點點色彩 大概這樣 那我們去到 Effect Control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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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就定位 選擇名字 例如 選擇 先選擇 選擇 選擇 接著Effect的預設會加上Saturation Down 我把這個直接拉過去 下一條片就立即變黑白了 Saturation Down 暗了很多 可以再調校一下 例如我想再低一點 低一點 暗位乾一點 再調校一下 不用重新再調校 可以快一點做剪接 另外我想調校的地方就是這裡 這裡有一條片 另外這裡有一條片 我想這兩條片 都想慢慢放大 例如我想兩秒鐘之後這裡放大 這裡也是兩秒鐘之後慢慢放大 我按這裡 我去Effect那裏 我打回Transform 把那些轉型拉到這裡 把那些轉型拉到這裡 再去到 開頭這裡 然後再調校再調校 放大 再調校兩秒鐘之後 兩秒鐘之後我想 測度是103 放大一點 然後 再調校 Easy In 開始 再調校Easy Out 讓它放大一點 在這裡 右鍵 然後再調校 設定名 可以改成 Scale After two seconds 在預設那裏 它就會多一個 Scale After 2 Second 那我就直接把這個拉回去 下一條片 下一條片它就會慢慢放大2秒 然後停下來 很快的 如果其他之後的影片 你都可以直接在這個預設那裏拉過去 那就不用重新追究了 那就會快很多 我這裏有兩條片 那我最後那裏剪片的時候 有想加一個訂閱的樣子 那這裏還有一個BELL 那我就想Key走這個綠色背鑊 那我去回Effect 我按Color Key 那我去回Color Key 那我去到這裏 選一些 那這裏再調教 調教回度數 調教回大一點 那這裏就OK了 那我再調教回Effect 這裏又是Set Preset 那我這裏設定 那我這裏設定 Color Key 那我這裏不改它的名字 那裏不改它的名字 那裏不改它的名字 這裏不改它的叫做 這裏不改它 那裏不改它 這裏不改它 那這裏不改它 如果是其他類似的,你都可以設定 preset 不用重新再調整 可以直接設定如設的 preset 直接拉過去 那你就可以剪片當時就快一點了 好了,今天介紹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可以給我一個讚好 還有分享給你喜歡剪片的朋友 最重要是訂閱我這個頻道 還有按一按旁邊的小鈴鐺 再調整全部 有新影片就可以通知到大家了 好,謝謝,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